其實啊 我一直都是非常喜歡汪曉飛的 大小S是我們台灣人從小看到大的少女偶像 從以前知道她是我們台灣女婿的時候 就覺得她是我們的親家 沒想到十年的婚姻最後搞得一地雞毛 你們覺得狗仔有錯嗎? 這是她的工作 其實我不認為她有什麼錯 台灣第一狗仔葛思琦在直播間爆出 汪曉飛在家裡跟不同女生婚內出軌的不雅照 而且這個房子曾經還是大S跟她住過的婚房 其實啊 我一直都是非常喜歡汪曉飛的 大小S是我們台灣人從小看到大的少女偶像 從以前知道她是我們台灣女婿的時候 就覺得她是我們的親家 她來台灣開槍廳翹江南的時候 我第一時間帶著媽媽去打卡 當時翹江南在我們台灣定價可是非常高的 但是我還是去了 就是想支持她 想親眼看看她 我媽媽也喜歡她 所以我們希望她在台灣能把事業做起來 我們真金白銀的去支持她 真的感覺好像看到了一個美好的童話故事 後來因為家國認同政治立場的關係 看到汪曉飛是自己人 中國人 為了保護妻子孩子 怒懟台當局沒有疫苗 更是覺得她是我方人馬 站在她的這一邊一直護著她 沒想到 十年的婚姻最後搞得一地雞毛 你們覺得狗仔有錯嗎 這是她的工作 其實我不認為她有什麼錯 作為一個公眾人物 本來就應該要接受全民監督 這件事情在你娶女明星的這一刻 就是注定的 因為你已經享受了這個女明星帶給你的美光燈 你就要接受大家給你的考驗 起初我們都是不願意相信的 但是在直播間一直一直往上增加 在線人數突破二十幾萬 狗仔丟出照片的時候 還是很震驚很失望 一個男人如果連自己的小頭都管不住 他還能幹什麼大事 做一個養不愧於天 福不做於人的君子 坦坦蕩蕩大大方方 對得起自己 對得起另一半 我相信就算狗仔隊跟著劉根宏 三天三夜 七天七夜 七七四十九天 應該也拍不出什麼花 如果被偷拍了 別怪狗仔 該自己反省 為什麼要做這樣天怒人怨的事 感謝狗仔隊記者給我們真相 但還是很失望 還是很震驚 還是很難過 結果是這樣 我是很震驚 我才不走的 怎麼也是 這樣走的 蛤 哈哈哈 給氣球吃光 眼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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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慢慢的 哈囉大家好我是何皓晨 哈囉大家好我是李博宜 哈囉大家好我是伯舒遙 哈囉大家好我是一潔 一直覺得 樹女座跟水瓶座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對對對 可是我還聽 看什麼看 快聽到吧 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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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